大家好,我叫Miguel Enriquez,我是Systema Cornel-Maximsoff的学生 今天视频的主题是Systema Cornel-Maximsoff的第二运动员理 如果你还没看我上一视频,我请你现在一起看 第二运动员理说,为了让我们运动更有效和容易 我们得使用我们的中心 但是,什么叫中心,还有为什么要用它呢? 中心是人体的一个加上点 我们可以认为人体的重量集中了 我们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有自己的中心 连在一起,形成了一共同的中心 但我们看一个例子吧 假设有两个传织所 每个人的其中心就是关心 第一个传织所,是个处理者 他只有手臂的区路来打传 他的脚步中有关心 第二个传织所跟传织的 他用传织的区路来打传 这样,他可以用其中心的重量 如你所知,你终于这两个传织加速度 如果这两个人都会用 SYSTEMA CORNEL MASSINZOB的第一运动员理 他们可以利用重力的加速度 这次打开每秒10米 所以第一个传织手 用50Nm的力打起 第二个呢 第二个用700Nm的力来打起 怎么回事 其实你也不是一个传织手 这些运力也会让你的运动更加轻轻 就是要很轻松 别再等待了 马上就开始用这些运力吧 你可以在官方网站找更多的信息 谢谢关注,我很快会发布 第三运动运力,再见